柯文哲近来声势看涨 在不少议题上的声量都很高 而数据专家就分析柯文哲的声量由来 相信我们再有记者韦家起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最近的声量可以说是气势如猴 不过这高声量背后到底都是哪一些族群在支持他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看最近他讨论度极高的一些声量的来源 包括了6月18号呢 柯文哲的民调首度超越蓝绿拿下的第一名 当时就引发了33000多则的讨论度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一则新闻 那么再来就是6月27号的时候 当时柯文哲喊出重启服务 那么当然就被骂翻了 不过虽然被骂翻了 但是还是有3万5000多则的讨论度 那么再来就是7月10号 柯文哲要开演唱会了 那么除了演唱会 8800的门票被扫购一空 被说是跟Blackpink一样的价格 结果他就触控了 这个北市府阻挡他的演唱会 变成要引发网友的热烈关注 这讨论度来到了4万多则 而我们带你看到是网络族群 到底是哪些人在关注柯文哲呢 我们就以PTT为例 讨厌民进党大约是34.7% 那么也有没有政党偏好的是 28.5% 当然也有讨厌国民党是17.6% 但是算一算加一加 这讨厌蓝绿的竟然就超过五成了 于晴分析的创办人就说了 他就是看准了民众厌倦了蓝绿恶豆 扮演讨厌蓝绿的选民情绪出口 可是柯文哲也有一个隐忧 就是他虽然是吸取这些不满的出口 但是没有长期的扎根 来培养他自己的铁粉 如果议题不谨慎不精准 这个族群来得很快没有错 但是去的恐怕也会很快 民众厂总统参选柯文哲到 视为偏绿跟挺猴的宫庙 而柯文哲撇除拉拢蓝绿的说法 倒是他原本跟中和五十几位里长座谈 劝为区公所的一纸通知 只剩十几位里长参加 想要神明必有更上层楼 或许得先获得宫庙相挺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一整天在新北中和跑滩 到东德宫参拜兼闭门座谈 东德宫在蓝营大本营中 被视为偏绿 主委谢志明给面子亲接待 但这对缺乏地方基层的 柯文哲来说还不够 转往广济公参拜 庙方献上祝福 却不见二月国民党侯友宜来访时 董事长高喊选总统那样的热情 如今换柯文哲来 被指在拔侯友宜的庄 偏偏董事长刚好人也在外倒 公庙是谁来拜都欢迎 所以 这个不是问题 我们在这里是谈宗教 我们不谈政治 所以你问我就是谁 每一个人来拜拜的我们都支持 所有接待的一些高官 他是最亲切的 王继公强调没特定立场 但柯文哲不止跑公庙 上午也跟当地里长座谈 原本50多人要出席 两天前却突然接到中和区公所通知 要里长们去开病媒文防治说明会 只剩10多人去柯文哲的厂子 被质疑是技术性防 柯文哲把装 就我自己的经验 通常里长开会应该会提前去做通知 那还是很感谢这些里长 愿意到现场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中和区公所澄清是因应防治登革热 只是实际点太巧合 不免被联想 科猴已经悄悄上演 组织攻访战 再来看有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如果蓝白能够合作 整合出一组候选人的话 支持杜江能遥遥领先赖清德 再请佳琪带我们了解 又有两份最新的2024总统大选民调出炉了 不过后一看起来还是位居落后的状态 它的致命伤是什么呢 我们先带您来看第一份民调 也就是所谓的风菜民调 那么在三组参选人当中 是以赖清德遥遥领先 是以30.2%拿下第一名 紧跟在后的第二名是柯文哲的25.4 再来就是侯友宜的15.3 在这份民调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可能投票给赖的选民当中 有将近六成的民众 希望组成在野联盟 也就是希望叫蓝白能够合作 共推严选的人 大概是有38.2% 不过我们带您看到第二份的民调 是零传媒的民调 那么这份民调依旧也就是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来领先以38.48拿下第一名 而柯文哲一样也是在第二名 是28.34 而侯友宜则是21.29 不过这份民调里面相较于六月 赖清德有稍稍爬先一点 是上升了0.72 那么侯友宜是略为下降0.58 至于柯文哲则是下降2.95% 柯文哲是三个人当中里面是变化最大的 不过还是拿下第二名 但我们就带你看到的是 媒体人黄阳明就分析了 他说你看民进党的支持者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展现了他们的死忠性 就是力挺到底 但金普通担任侯伴的执行长之后 目前看起来民调是没有太大的起色 那么国民党内不够团结 难以吸收非同温层 现在内忧外患就成了侯友宜的最大致命伤 再来看有自身媒体人认为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如果有意参选 就应该赶快宣布时间拖越久 形势越不利 再把时间交给佳琪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到底要不要参选 2024的总统呢 现在外界都在看 虽然他还没有表态 但是动作频频 所以外界就有无限的联想 但是现在有媒体人就提醒郭台铭要参选要快 不然很快就要变成新电图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讲这个话的人就是媒体人黄光琴 他说如果自己是郭台铭的话 他会怎么打这场选战 他说第一个 在5月17号国民党公布征召结果那天 发现不是自己的时候 就赶快来宣布参选了 这个时机点才对 那么没关系 第二个时机点就是723即将到来的 国民党全代会 侯友宜民调垫底 而且不换猴 也可以来宣布参选 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了 因为郭台铭的声量快要打平 变成新电图 也就是真的起伏很小了 如果还是持续维持模拟两可的态度 时间越长 对他来讲越来越不利 而且实时不愿表态的话 支持者就会四散了 但是现在也有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他其实不了解 为什么郭台铭一定要选呢 他说郭台铭参选除了缺乏正当性之外 再来看看 这个民调跟侯友宜其实很近 没有什么胜算的概念 那么如果郭台铭执意要参选 变成四卡多的话 那么就等于保送赖清德 那么他不就要背负这样子一个罪名 对郭董事长而言 恐怕也不是太好的讯息 如果看完这个政治新闻 你对政治议题还有更多的兴趣 不妨扫一扫QR Code帮你更新最新的政治消息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宣布 723将参加国民党全代会 要并肩一起下架民进党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就回应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参加鸡北北桃联合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明显看来很开心 难道是因为听到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723要到全代会挺他的消息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重祝成神团结就丽 非常高兴能与韩市长并肩作战 是不是有主动打给韩国瑜 侯友宜宜四两拨千金 虽然有了韩国瑜相挺 但还有一个大咖没搞定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直言 2024这一票要投郭台铭 针对我岳父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他的表现 应该是所谓的我们传统 这个人情义礼这样的说法 那既然当初有给朋友这样的承诺 那如果朋友有任何的想法的话 他当然应该会是支持 不过如果朋友没有继续往这条路走 那当然他就会顺应所谓的民意 张荣卫前县长是地方重要的意见点 彼此之间都会合作更重要的我们的形势 因为大家的团结合作 形势会越来越好 说自己还会继续努力 毕竟前一天 侯办执行长金浦聪就特地跑到云林去 说要听听张荣卫的声音 只是现在侯友宜不只要关注党内派系 还得留意蒋万安可能要去参加上海论坛 会不会冲击到选情 上海的双层论坛也不是第一人指导 回乐见蒋市长能够去参加 大家一起见过两岸和平 以及对党律师的沟通 熟乐见蒋万安到对岸去 但党内同志一个个都在做自己 从提防派系到两岸议题 怎么拉回伙伴同咎共济 是星期天全代会的第一道难题 TVB新闻中将的流利宠 韦家协议三句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而民政党总统参选赖青德 上周在接见全国宜兰旅外乡亲 赖青德后援会时 抛出期盼未来能走入白宫 不过这个说法 根据外媒金融时报的报道 引来美方疑虑 要大家不止要选白宫赖青德更发豪语判能走进白宫 只是现在传出白宫那边有意见 表情似乎有点凌重 根据外媒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国务院要求台湾 澄青德当台湾总统可走入白宫言论 内容指出这涂显出赖青德 要是在总统大选胜出 美方对他处理两岸关系态度疑虑 另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法 赖青德的言论跟蔡总统对两岸关系 采取的审慎态度背道而驰 赖青德是否将会提出更多惊奇 美国的资深官员已经否认了 他们跟赖副总统团队有任何的关切 那实际上在过去这几年之间 我们跟美方之间的合作 或者是沟通是相当的密切 我们并不清楚金融时报的资讯来源 但我想美国白宫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们并没有向赖青德团队 表达认可的立场或关切 三官单位接连否认被关切 确实该报道也因庶民美国资深官员说法 只白宫未曾和赖青德等人就此发言有接触 但其他单位有没有他不愿证实 且报道中也提到有台湾官员说 华府确实曾经询问 不过无重大顾虑此议题已经解决 只是就算危机占解赖青德能顺利过境美国 大陆那头又老化 对岸的文攻武嚇从没听过 新日别新闻李国正希宽柔台报道 总统府前发言人古拉斯遭报不伦练之后 今天突然抛口对内指控捏造事件的背后黑手 不止国民党立委还有同党同志陈寅 他将提供公然毁谤 而陈寅则回应说目前还没看到帖文 卷入不伦练前总统发言人古拉斯还狂开地图炮 连三天依依怒斥责野党霸凌者 迫害者罪行嫉妒 古拉斯炮口对内近1700字传闻点名同党同志陈寅 就是周刊爆料引误者还说他是诽谤者 他喊话陈寅说不忍了多年来真的够了 直言陈寅带头残杀 扭曲对话脉络未搞令人不寒而栗 暗指陈寅为了争取立委提名泯面人性 他将告好告满并提醒同志 想公圣母峰要装备齐全 否则一旦雪崩会有山难 至于爆料来源 古拉斯说是周刊内部可靠消息 就连爆料日期跟民进党宣布 征召陈寅同天也是理由 提出的五个时间序 证明其中之一 是陈寅到理性随货服务的派出所 借用厕所 还说监视器就是武镇 而在同志的引力指控 致电陈寅回应还没看到内容 行程结束后将同意回应 七年前立委就职 两人一左一右罕见同框 去年电影现场选后 地方盛传瓜斯将参选 她的贴文特别否认 没有要选立委 但点出去年十一月四号 复昆琪夫妻与陈寅同台 再前一天 网路上还找得到三人 在狱里另一个活动中心 同框的画面 当时复昆琪还特别谢谢陈寅 对地方建设的支持 我想最辛苦的应该 我都经历过了 所以也没有再怕的 虽然这证据顶多刮田里下 但大选前连同志内战都不怕 圣母公展现世界级活力 TV新闻综合报道 日前被爆料 因为洗钱最入肩的陈志中 疑似用特权申请外议监 而立法院20号针对外议监 条例收法审查 也引起部分委员痛批 给社会讯取就是说 这些达官贵人乖干扣 所以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他就可以到外议监去 立法院20号审查外议监条例修法 由于日前才传出有人爆料 陈志中疑似要提前申请外议监 让时代力量委员邱显示 忍不住开口大骂 法务部长蔡金翔公布矫正署 外议监林决委员的条件 希望灭火 但似乎成效有限 就连前总统陈水扁 日前也在脸书公开 陈志中跟家人讨论后 已经决定不到外议监狱 即便要申请 也会依照规定 不会提前申请 只是现阶段 如果陈志中正要申请 到底合不合法 根据现行外议监的申请条件 必须要接受刑期超过两个月 而且判刑7年以下 而陈志中5月11号入监 7月11号就满两个月 加上他因洗钱罪被判刑一年 只要在这一季 7月底前送件都算合法 因此高雄二监也给了说法 刑期比较短 去的话要重新适应 他有这个考量 所以没有正式提出申请 高雄二监证实陈志中符合资格 但日前就说过不会送件 截至20号前也没有收到申请 因此暂时没有审理问题 不过现行的外议监制度 最近因为夜店杀警案的新二代 违规趴趴走再度受到瞩目 也让名人申请外议监 都得遭放大检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